1979年 蔡杨宁导演已错误的第一部 开启台湾社会写实电影的风潮 被誉为台湾黑帮电影教父 2013年 她对电影的贡献 得到纽约亚洲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肯定 50年电影生涯中 蔡杨宁眼儿优则导 还培育出优秀的台湾新导演 公式一文大道邀你一起进入蔡杨宁的电影世界